15美版全新未激活的那个15plus最近呢可算是掉价了 这是之前的话前一两个月的话是在3600左右的行程期 拿了那个全新未激活了嘛 但今天市场的话跌到了3300多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呢是正好今天有位安徽的粉丝选择在我们这边露出了一个15plus128G粉色 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一个机器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看一下哪一台美版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15plus 需要多少走 好的那这位安徽粉丝选择在我们这边露出了这台美版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15plus呢 我们一起拿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一个机器的一个机框 首先呢这台是一台15plus128G粉色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机器 然后机器呢也是滴水成珠的 这台是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机器的外观成色跟新机一样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那边框呢也是没有开孔的15plus跟14系列一样是可以完美改卡 支持双卡双待也可以使用单卡 然后可以看到机器都是在一个未激活的界面 有些人会说在未激活界面不代表是未激活的机器 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台机器 尾号是4486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机器的一个查询结果 4486 然后 15plus128G粉色激活状态未激活 那就说明了这台机器是一个全新未激活未使用的机器 然后我们所有粉丝在我们这边下单的机器呢 那我们都是会把那一个机器的一个查询结果 以及手机的外观视频发给它确认 好 那机器呢我们是已经看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15系列的行情报价如何 15128黑色的今天市场行情呢 涨了一个20 然后15plus 黑色的今天市场拿货呢是在3320 这个呢只是市场拿货行情 不包含改卡以及其他任何费用 目前来说15plus的性价比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相比前两个月要3600左右 目前3300左右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15polo128蓝色的今天市场行情是3970 15pm蓝色性价比非常高 今天呢是直接来到了4860 好了我是小五 如果说你们有想了解更多华翔北美版1415系列行情的 都可以直接滴滴我